卫生科学局破获了超过8万5千只非法电子烟和相关配件 这是当局破获的最大批非法电子烟 6名嫌犯因为涉及非法贩卖电子烟而落网 警方和卫生科学局发表联合文告说 当局在上个月的28号晚上接获情报 并在蒙特利联路第592座多层停车场展开执法行动 并扣留了6名涉及非法电子烟交易的嫌犯 嫌犯的年龄介于22岁到27岁 其中27岁的男司机还因为对警员动粗 妨碍警方办案而被捕 另一名26岁的男子则因为鲁莽和疏忽行为而被拘留 警方根据线索上个月的29号突击万里一间的货舱 搜获了超过8万5千只非法电子烟和相关配件 并拘留了5名年龄介于20岁到33岁的嫌犯协助调查 警方说72小时的行动一举捣毁了非法电子烟供应链 起货的产品市值超过了2021年的最大宗案件 当年破获的市值超过了220万元的电子烟集产品 评论一下